昨天半夜三更睡得正像呢 突然听到外面穿出这个脚步的声音啊 吓我一跳 也是及时的给它录下来了 不知道是啥 好像是小动物吧 在我的帐篷方面啊 就是右边这一块啊 走过来走过去的 好像在翻东西 具体翻啥都不知道啊 咱们看一下昨天的视频啊 昨天好像就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到这个位置 来回的走动啊 好像停留了得有半个多小时吧 主要是外面太黑了 而且是凌晨的三点多钟啊 咱也没敢出去啊 现在的话已经从这个帐篷里面出来了啊 看看这个秋天到了 好多的树叶都落在了我的帐篷上面啊 改天的话得出去买个扫帚了 给上面扫一扫 还有好多的灰尘啥的啊 看看我周围的这树叶是非常的多啊 要是哪天不注意起过火的话 搞不好夜之间咱们帐篷的话就烧没了 所以今天的话得帮周围的草 用这个铁球往外面缠一缠啊 然后看一下这个后面吧 昨天晚上的话 我就是睡在帐篷里面的声音的话 就是从这边传出来的 当时是凌晨的三点多钟 然后手电筒呢 好像是在桌子上面 也忘记拿进来了 所以没办法出来啊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吧 在这边看看能找到什么 痕迹没有啊 在这边的地上仔细看了一下 并没有看到凤变跟一些足迹 主要是这个树叶太多了 就算踩到这上面的话 也看不出来 所以今天我打算帮这个树叶全部都腾出来 然后晚上的时候撒一点这个面啊 就往周围这边撒一下 撒一下 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看一看啊 我在我的帐篷四周并没有发现异常 但是我在我之前丢垃圾的地方呢 发现了明显的不同啊 因为这个垃圾的话 我也是裹了四层的那个垃圾袋 没想到被挖出了一个洞 然后里面的东西好像是被吃了不少 看样子留下来的足迹 这说明它头应该就这么大 是个圆的 然后身体的话可能踩在这边 然后头钻进去吃这个东西的啊 因为上次被吃了一次之后啊 我又套了一个垃圾袋给它套上 没有想到这次它又给它划开了啊 又钻到里面吃 我之前没吃完的残渣 周围的鸟倒是蛮多的 一天到晚鸡鸡喳喳的在叫啊 包括很多的草丛里面都可以看到鸟的痕迹 现在呢 咱们帮着周围这一块啊 开始清理吧 吃饭你 disaster 再来 看 咱们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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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